吃人 银正 组织的立场 瞪了一眼女儿之后 向领导干部点了点头 此时的上海正值雨季 已经下了一连好几天的大雨 我们的男主作为一名逃犯 正在寒冷的街头 瑟瑟发抖 穿着拉里拉他的 简直过得比乞丐还要悲惨 男主混迹于人群当中 而另一边 追捕他的人 此时也下了火车 来到了上海 追捕男主的人们 在人们的带领下 来到了男主妻女所在的住处 前来了解情况 而另一边 男主的女儿在学校 由于自己的父亲越狱的事情 导致学校取消了他的主角资格 女儿伤心地在街头痛哭 然而就在此时 男主终于找到了妻女的住处 男主轻轻地敲门 尽管听出了丈夫的声音 但是半信半疑 不太敢开门 就在妻子犹豫的时候 男主却迎来了女儿的回来 女儿看到爸爸之后 十分地生气 男主最后告诉女儿 第二天在约好的时间 想要和妻子在车站见面 让女儿把这些话 转告给妈妈 可是女儿因为舞蹈主角的事情 对爸爸一直耿耿于怀 男主也知道 女儿很有可能不会帮自己 所以他最后发了一张纸条 从门缝里给了妻子 然后才安心地离开了 可是女儿不仅没有帮助 爸爸和妈妈的见面 反而去抓捕爸爸的人那里 举报了第二天 妈妈和爸爸的行动 第二天在约好的时间上 男主的妻子 带着铺盖和行李 往车站狂奔 而此时男主 已经在车站 等待着自己的妻子 就在两个人 想要上天桥相会的时候 妻子看到了 前来抓捕男主的一行人 于是想让男主赶快逃跑 可是男主见到妻子 十分的亲切 最后他们两个人 就快要再接触到 对方的那一刻 被前来追捕的人 互相拉住 渐行渐远 他们互相望着对方 嘶喊着对方的名字 但是一切都不济于事 男主还是被抓进了监狱 经过了三年的监狱劳改生活 文革结束了 男主也被平反了 从监狱里面放了出来 但是前来接男主的 并不是妻子 而是自己的女儿 刚刚脱离监狱生活的男主 还没有感觉到女儿的异样 就这样跟着女儿回到了家里 回到家之后 很久没有见到妻子 反而见到的家里 到处都贴着的提示便签 过了一会儿 妻子回来了 没想到男主 却被妻子赶了出去 此时才知道 妻子已经得了失忆症 他已经忘记了很多的事情 如今的妻子 只记着丈夫跟他约好 在车站一起相见 他还记着女儿 举报丈夫的事情 所以他至今都无法原谅 女儿的行为 就这样 男主暂时先在自己家的 一间小仓库里住了下来 他看着妻子 一直不原谅女儿 也眼睁睁地看着 无论雨雪 妻子都会在约好的时间 去车站接自己回家 这个大男人 一次又一次地崩溃 最后男主慢慢地接近了妻子 通过向妻子 读自己当年给妻子写的信 来拉近自己和妻子之间的距离 在读信的时候 男主会加进一些 自己现在的想法 和想要对妻子说的话 包括也向妻子讲述了自己 后来在监狱里发生的事情 而且还劝妻子 要尽早地原谅女儿 就这样通过读信的方式 男主渐渐地接近了妻子 妻子也原谅了女儿 他们现在可以在妻子的身边 好好地照顾她了 而在之后的一些生活里 男主也得知自己在监狱的时候 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情 包括自己 为什么从死刑 变成了无期 等等的一些真相 电影结束的时候 妻子还是没能够想起来 随我的事情 他还是会在每个月 在订好的时间 去车站 等那个永远都等不回来的男主 不过这样的生活 也不算是一个悲剧 希望他们能够这样平静的生活当中 活出他们自己的幸福 好了 今天的电影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